這就是殖民統治之下的一個不太好的現象 我也深受其害 黃河大合奏主持黃錦康何文傑 回來星期五的中午新的節目新一季十三集 剛才洪二敏幫我們做了一個節目的Jingle 有我何文傑 繼續跟我們上一季 年初一季 跟Albert 黃錦康做了一個季度 再次請黃錦康回來 左鎮 所以節目叫做黃河大合奏 又是那句我是黃子 你是何子 黃錦康我叫他Albert 黃錦康姓黃 見我們在新城廣播Facebook有視像 在我們後面的節目的橫額 看到漫馬崩騰的超像 象徵著我們節目的思潮起伏 也象徵了香港的精神 馬招跑 鄧小平同志的馬招跑精神 Albert 現在是極硬結轉界的榮譽主席 但是我們不是整個節目都說樓市的 天文地理 只是其中一環 世界大事 我們都會在中環大合奏中 跟大家一起去說說 天南地北 好像馬一樣到處跑 對 厲害厲害 第一集黃河大合奏 想不想說一下我們的節目名字 是怎樣來的 剛才說事源隔了一季前 就講過龍精虎猛 龍精虎猛 其實只不過是 那時過年 對 過年 2月到5月左右 其實就是哄Raymond入局 因為Raymond姓何 我早就看到他一月跟我吃飯的時候 說你不要走啊 其實就是年輕人 一開始就不說黃河 一開始就不說龍精虎猛 就讓Raymond先威一下 因為龍年出生 我就虎年 所以變了就是 我大有Raymond十三年 變了剛剛好 就父兄就龍弟 所以Raymond就說 好啊 好啊 大家還要先去龍行 龍精虎猛 這樣就講了一集 那到最後一集才爆 告訴你 其實就不是叫龍精虎猛 其實就是黃河大俠 因為姓黃 我就姓黃 行先 黃子 是何子 那為什麼要黃河大俠 因為黃河是我們母親河 有黃河照著的 我們才能孕育到 有幾千年的文化 所以 我們這一集 開麥克風 以照之前說的 來來去去 天南地北 都是說一件事 就是說一說 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當然是中國人 何子都說自己是中國人 既然是這樣 我們有黃河子孫 即是炎黃子孫 然後我們談談 我們這幾十年在香港 如何成長 我們暫立香港的東西文化之會 如何從一個中國人的眼光 看這個東西文化的結合 而變成一個我們本身的中國人的文化 所以大家談談 我便蓋探一件事 其實 何子都有這個蓋探 現在的年輕一代也好 我們那一代也好 你早一代也好 因為在英國殖民地那麼久 其實就不是殖民地 是殖民管治的香港 究竟我們這條根 Firm不Firm呢 近不近呢 實不實正呢 對不對 好像剛才這樣 我Firm不Firm都已經漂亮了 因為習慣了說英文 因為殖民管治 搞到我們要讀英文中學 所以就變成 國際城市 國際城市 無緣無故就出了一些廣東話 加上英文 這個都是文化來的 我不是說是貶義 總之就出現了這件事 究竟我們要檢定一下 回歸了25年 回歸祖國 究竟怎樣行法呢 甚至說重開新篇 出現新篇之前 有這麼多問題 將來也有很多問題 我們作為一個 近一年多的人 說真話 一個不覺 兩腳一身 不是就自己過身 其實很容易 好像前幾天 前局長 李sir 大家都是朋友 認識了這麼多年 之前見他一起吃飯 吃完飯 他開車 一聲拿著Tesla 一聲比老婆還快 幾個月前的事 忽然習慣了習慣 那就要先回去見天父 所以這些事 真的要趕得及就要做 所以我見到何子都說 何子 你別以為年輕一點就遲一點 有時年輕一點 可能走早一點也不定 應該要開麥克風 人生在世就是跟死亡定賽 是呀 你不知何時的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一定要盡我們每一日 每一分 尤其是香港現在 過去二十多年 真的出現了很多問題 大家都看到 那如何俗一條根呢 我就說 那條根 不是肉身的根 而是說心靈也好 血緣也好 民族也好 那條根 不要弄錯了 那些象根人的根 剩下一條根 那這些樹根是怎樣來的呢 那些牆是怎樣走的呢 我們覺得 是不是貢獻不知道 反正何子又讀哲學 我讀中大的時候 特意選新亞書院去讀 新亞就以前錢木 唐君毅去創辦 後來四院合一 才成立了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四個書院 初期現在多了很多 初期三個書院 其中新亞書院 最具中國特色 所謂新儒家的學者 都是來香港 成立了這個書院 最初是龍好道 很簡陋的 後來錢木又搞了新亞精神 將孫提升到一間學校 變成精神價值的層次 鼓勵年青人 我記得校哥 趁青春結對向前行 手空空無一物 鼓勵年青人 好像似有還無 好像什麼都沒有 但你就是有青春 那你就可以向前行 去找自己的理想 是啊 其實這些東西 你回頭一看 有幾十年 但是原來它影響這麼深遠 你進哪間學府 還有哪間人帶你 是很重要的 比如剛才你說中大 其實這個世界很有趣 本來我也是你學長 有機會 但是我沒有入到中大讀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那一天直問統治之下的一個不太好的現象 我都深受其害 是不是 那我當時當然是 當年 四十年前 通常都喜歡讀港大 不喜歡讀中大的 是不是 大家明白什麼事 剛剛成立 沒錯 不過我們回去休息 再回來再說 嗯